大家好,今天要來拍硬舉二,腳的動作,下肢動作的變化 硬舉腳的常見錯誤就是會撞到膝蓋,拉起來之後會撞到膝蓋 這裡會撞到膝蓋,會抹到膝蓋,要不然就是會撞到膝蓋 那是因為你沒有退膝蓋,你沒有閃膝蓋,退膝蓋的動作 起來的時候,膝蓋我們會閃開,閃開這支膝蓋 如果膝蓋不動的話,直接拉起來,會撞到膝蓋 因為預備姿勢,因為預備姿勢,膝蓋的位置會在膝蓋前面 所以如果姿勢拉起來,會撞到膝蓋,會撞到膝蓋,會撞到膝蓋 所以在保持鋼頂直線的狀態下,可是會撞到膝蓋的話 那就是我們會閃膝蓋,會退膝蓋的動作,膝蓋會往後退的動作 肌肉往後退,膝蓋往,閃膝蓋,膝蓋閃過去的時候,站直 膝蓋閃過去,退膝蓋 那還有一個問題,有些人放下去的時候,也是會撞到膝蓋 要不然就是會變成一個N字形,放下去的時候變成一個N字形 放下去的時候,我們也是要閃膝蓋,放下去,閃膝蓋 閃過膝蓋了,膝蓋不會撞到的,再坐下去 閃膝蓋,站起來,掠過膝蓋了,再坐下去 那有人放下去的時候,還是一樣會卡卡怪怪不順的 那就是因為你沒有閃膝蓋有限,會這樣做 身體很平,啊其實腳都不動 喔,喔,這樣子你這樣子還是會卡卡不順 喔,還撞到,啊,如果你腳不動,很多人就會變成這樣 把鞋子撿,拿出去,再下來 拿出去,再下來,你一百公斤兩百公斤的時候,怎麼可能把它再拿出去 沒辦法,這個重量,因為這個重量是垂直掉的 所以在保持這支鋼尼不便的狀態下,這個鋼尼的軌道是直線不便的 所以能改變的就是我們人體的角度,膝蓋的角度去做改變 假如現在這支100公斤多,這樣把它拿出去,不可能 所以 直放下去的時候 撞到膝蓋怎麼辦 會膝蓋 閃膝蓋 坐進去 拉起來一樣 會膝蓋 站進去 這個是 硬舉 常見的會撞到膝蓋 筋骨會磨破 要不然就是撞下去 下放的時候 會撞到膝蓋 軌道不止的狀態 常見的錯誤 那 還有一個就是 一般 只練硬舉 一般 拉硬舉 練力量的 硬舉的動作 跟 舉重 要拉起來 一開始的那個硬舉會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因為 一般硬舉 跟 舉重 要舉重 舉上去之前的那個硬舉動作 不一樣 那 不一樣差在哪裡 一般的硬舉 就就是要一直杖力 所以 一般的硬舉 一直站的時候 就一直立即拉 一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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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啦 一直立即這樣 要舉動之前 抓舉 停舉 上火之前的停舉動作會不一樣 因為要舉動線 腳要做角度 要製造出角度 閃過膝蓋的時候 要製造出角度 你才能夠 腳有彎度了 你有彎度 你才能夠 腳才能夠處理 才能夠把這個動作發力上去 抓舉也一樣 抓舉也一樣 閃過膝蓋了 製造出角度 腳有彎度了 發力上拉 腳出力上拉 閃過膝蓋 製造出角度 發力上拉 那如果 你用一般硬舉去拉的話 腳的彎度不夠的話 你就一直站起來的話 閃過膝蓋 一直站起來 站著包包的 腳已經都快死了 腳都快死了 這樣沒有拉 這樣腳沒有力量 因為腳的彎度 腳的角度不夠 腳沒辦法發力 腳已經都快死了 這樣沒有發力 所以 腳要有彎度 腳要製造出角度 有彎度 才能夠把力上拉 才能夠把力上拉 所以 舉動 舉動的硬舉 舉動之前 一開始的硬舉 插起來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要製造出角度上拉 製造出角度上拉 如果你站著高高的 站著高的 腳都快死了 這樣沒力 這樣沒力 這個就是 舉動 舉動之前 要舉一個重度之前 硬舉動作不一樣的地方 跟一般硬舉不一樣的地方 差別就差了 舉動要製造出角度 腳的彎度要夠 才能夠有力 把這個重度舉上去 那今天就是講說 會撞到膝蓋 硬舉會撞到膝蓋 筋骨會磨破 還是下放的時候 軌道不夠直線的問題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